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初来到新家 他对陌生的环境非常的紧张 很没有安全感 躺在家人为他准备的小床上 脸上挂着紧张的笑容 希望能讨好所有的人 与家人相处一段时间后 肯克终于卸下了新房 他知道自己是被深深爱着的 最后终于展露出个性 不仅会跟家中的其他毛孩玩耍 还会跟家人撒娇 笑容也更加的灿烂了 林赛的家中原本就有三只狗狗 肯克年纪大了 没办法跟其他的毛孩一起狂奔玩耍 但是他喜欢跟着它们 跟它们待在一起 肯克原本是一只个性内向的小狗 现在他已经完全摆脱了流浪的阴影 展现出活泼的本性 他喜欢在草地上打滚 喜欢玩球 喜欢美食 从此以后 他终于能够尽情地享受生活了 长期的流浪生活 导致肯克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他还需要继续地治疗 但他不用担心 因为家人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很开心 他可以再次地信任人类 再也不用担心 受怕了 我是狗妹 我们下次见 接着